大家好,華記8月8日深夜報導 今天西九龍法院有一名姑娘 拿著兩把折刀,準備去插 可能是想插立法會議員 因為過去我呼籲了五位立法會議員 而鄧家彪上次也有法庭到場 可能法輪功有關人士 可能想打官司打不贏就拿刀插人 又有孤狼出現 今天多謝很多網友支持胡愛民 去西九龍裁判處的法院,支持 大家好,今天大奇蹟日峰迴路轉 胡愛民的案件,為何忽然之間 法官要求控方要書面陳詞 其實關鍵不是奇蹟那麼簡單 關鍵就是我們的丁王辯方大律師 他過往打開刑事案件 他使出一秒拳王的姿態 全程捱打,把握一個機會咬住你 就是要控方提出 為何你不用國安法去處理 為何你由頭到尾都咬住用刑事毀壞 丁王只是用一招一針就刺死他 一針就見血 一脫就到尾,就是供他 為何這件案件不考慮國安法的審判 所以側到那個法官 從來都沒有換過法官 有些人說換了法官 其實是沒有換過法官 仍然是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但他亦不是打倒自己 他只是被丁王窮追猛打 因為他很多次渴停丁王叫他 不要再提法輪功 不要再提天滅中共 與岸無關 不要講法輪功 不要講天滅中共 但是丁王每一次都說 喂,天滅中共 才激起胡愛民的情緒 要拆法輪功左階的檔 這是關鍵一點 側到那個法官去到今天最後 他為何要問控方 喂,你要給個書面 答覆書面陳詞給辯方 因為辯方一直都窮追馬打 為何不用國安法 那法官只是問一句 喂,DOJ律政署控方 為何你們不考慮國安法 那他的彭就散了 他從來都沒有偏幫任何人 他只是說 喂,控方 你要答辯方這個書面陳詞 是這一句 然後呢 辯方是誰呢 就是丁王大律師 就是側主控官 這件事就是政府 委派了一個主控官 來告胡愛民 其實這個架構就是 那個主控官不是政府人員 不是長逢 他是外判的 這個主控官是一個律政署外判 給他 他不是政府職員 那這個主控官呢 其實就授身 這個DOJ律政署 是律政署外判這個人 告胡愛民 那我們辯方大律師丁王呢 就側這個主控官 那側這個主控官的時候呢 其實就質疑法官 那法官就質疑這個主控官 那主控官就說 喂大哥我不知道的喔 我外判的喔 那他就立刻呢 就要尋求指示 就打電話給律政署 那律政署就是DOJ 就是他老闆 因為老闆出糧給他 那一問律政署 律政署 律政署就老闆 喂大哥 我現在叫你告他刑事毀壞啊 你搞那麼多事幹什麼啊 那他就說 喂不是喔 現在法官要你書面陳詞 答這個辯方律師啊 那DOJ就整個棚就想 蛤 什麼這樣的事 是法官要我們 不是要主控官提議 那主控官呢 他是不包生兒子的 那主控官是不會包 幫你寫這個 有關於答辯方這個書面陳詞的 所以他是要尋求律政司的指示 這份事是律政司做的 不是主控官做的 主控官只是負責鎖死你 他就是鎖頭來的 他一下子是刀死胡愛文 就是刑事毀壞 但是當法官質疑 為什麼不用國安法的時候呢 他就要DOJ 就是律政署去答 那所以呢 他呢 就押後兩個半月 兩個半月是可以計算的 因為有六個禮拜 準備兩個禮拜 就是丁皇回覆 所以呢 押後到10月18日的上午9點半 來回二號法庭四樓 那麼那個陳詞呢 就會在這個9月19日 就要交匪辯方 那麼10月3日呢 就再就這個控罪回應 18日就開審 其實呢 他的時間呢 是跟回法庭的procedure 但是我想說呢 就是 在今天 審了四天之後 是拉市今天呢 應該就要裁決 他忽然之間 就再次押後呢 這個是極為罕見的 就是 如果別人不知道 以為呢 就是三郎奇案 或者是世紀大案 什麼連環謀殺 這一宗是刑事毀壞 沒有傷人 沒有牽涉到任何的打鬥 基本上呢 刑事毀壞就有兩隻的 一隻呢 就是 喂 你鋸一條智能電燈柱 成一千萬的 一條智能電燈柱 打下來會摘死人 這些就是嚴重的刑事毀壞 另一種刑事毀壞呢 就是 現在有個草坯底 說 喂 不准踐踏草地 那你就無端端一腳 就踩到牌那裡 不准踐踏草地 就整爛了牌 那這些都叫做刑事毀壞 但兩者就有差異 你鋸斷一條智能電燈柱 一千萬港幣 那條電燈柱那麼大 打下來會打死幾個人 但是 大家都是刑事毀壞 但是 你鋸一條智能電燈柱 你可能要用風霉 你可以用那些罕接器 或者用電鋸 或者用磨機 吉機 那你有工具 就有預謀不同 那如果你說 不准踐踏草地的東西 一腳踩下去 那價錢又可源 所以這件事上面 他在今日 忽然之間突然 是抽起整件案 去押後 極為罕見 所以 丁王大律師 是有了道 其實這件事 不是上天給你的奇蹟 而是人為的 因為是丁王創造的奇蹟 我們給個掌聲丁王 也有一件 就是 插曲 這件什麼插曲 就是 就是 原來今天9點多 有個人 24歲的青年人 拿了兩把折刀 過於法庭 有個孤狼出現 這些孤狼 大家記得 去年7月1日 有個孤狼 插著把刀 插在警察的背上 但這次的孤狼 用兩把刀 混入法庭 不知道他想插胡外文 還是想插鄧家彪 還是想插陳明欣 還是想插梁美芬 還是想插何君堯 還是插誰 五位立法會議員 去插胡外文 有個孤狼出現 他當然是去謀殺 那把刀 難道他去批蘋果嗎 你拿兩把刀去法庭 難道你去批蘋果嗎 你當然拿去找一個人插 找一個人插 有些人問 會不會插我 說明我不在香港 避了你 沒理由插我 所以這些孤狼出現 大家都要千萬小心 好了 今天先講到這麼多 因為我現在在心齋橋 剛剛從公司做運動 和我走過來 即興拍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晚直播再和大家分享 OK 拜拜 皆様ようこそ日本へ